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题是要抢救效益 怎么不公开报告好一枪毙命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自尚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好 东方大学的施政风老师 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李政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蔡英文 赖金德 昨天在世界新闻媒体年会上 大赞新闻自由是台湾的核心价值 结果争议多时的禁电式上架案 在两名委员弃权之下 以4比0压倒性的票数就通过了 侯友宜就感叹说 台湾的新闻自由已死 那么禁电式过去争议一箩筐 除了爆出用电视台的钱 来付给静周刊的记者薪水之外 还有大股东偷卖股份 两个月换了四个董座 禁电式声色补件次数超过了30次 被质疑是补件补到过 好 这些都不提 但最严重的就是 裴伟直接公开说 禁电式上架就是总统的旨意 结果苏贞彰还说不用查 那这一这么多还硬要护航到上架 难道这就是蔡政府所谓的新闻自由吗 好 台湾新闻自由已死 昨天真的是非常黑暗 而且臭不可闻的一天 但是呢 同一天呢 我们看到蔡英文赖清德 虽然高奖了新闻自由 是台湾的核心价值 恶不恶心啊 可是呢 同一天NCC的委员用4比0通过 硬是让禁电式闯关上架 而中间呢就是趁着其中有一个反对的委员 确诊没办法来开会 然后呢 再加上主委呢 真的脸皮比城墙还厚的也跳进去投票 才凑足了票数法定的门槛 硬是要让在昨天让他过关 好 所以侯友宜就痛批说 新闻自由已死独立机关名存实亡 民进党和党政军退出媒体 根本就是谎话笑话 好 那么呢 这个裴伟呢 他呢 因为呢 这件事情呢 就被前禁电式的董事长陈建平出来爆料 愤慨地把所有的事情掀出来 说禁电式是臭不可闻的政治弊案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陈建平他在2022年去年1月 就跟股东揭发裴伪的违法事证 然后呢 民事 并且当面呢 向洪耀福说明啊 无法任命他推荐的民事副总经理蔡昌波 来担任禁电式的总经理 结果没有想到两天后 不是蔡昌波没有上任 而是这位陈建平董事长被拔掉了 如此复杂斑斑的粗躁政治运作 他才真正深刻的体会到 陈伟不时的在股东前面炫耀民进党高层的关系 是如此的可怕 所以不止一次后来才被录音的 好 他时不时就在股东前面 给典公他跟国民党的 跟民进党的最高层如何麻吉 所以啊 陈建平当然希望 看到昨天NCC已经就是不言了 他希望是检调能够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因为他很早就去告了 那么希望也不是像外传的检调是受执政者操控 不敢查陪伟掌控的禁媒体帝国 我看是只有等政党轮替才有可能了 好啦 那陪伟呢 他到底干了什么事 有三大的疑云啊 第一个就是违法的 刚刚在讲 在财务上面掏空禁电室 另外呢 府院摄入的痕迹很深 包括蔡英文还有苏贞昌 那么陈耀祥就是他们的御用主委 中间白手套就是洪耀福 他自己也跳出来承认了嘛 另外就是大股东卖股 这些都是违法的哦 这些疑云有真的离庆了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陈建平继续指控说 当他接任不久之后 他就发现原来培伟违法的掏空禁电室 于是他就向股东来揭露违法的市政 结果没有想到就被临时动议拔除懂作 为什么要把他拔掉 因为他不但不听话不配合 还要揭发培伟的违法事情 所以呢 他本人有 他说有人先亲自跟他承认 禁电室股权已经卖出 就是非法的 这已经违法了 就禁电室的大股东 有人跑去跟陈建平承认说 我已经把股权卖掉了 可是呢后来新闻出来的之后 被问到的时候 他又说没有没有 因为怎么样 到底是不敢得罪 培伟跟培伟背后的大咖呢 还是事实究竟是如何 而去年主管机关就是NCC 寄出了防狗仔规定 所以禁周刊的董监事经理人 不得参与营运 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么宝贵的频道资源 给了禁电室之后 他跟禁周刊一样是做这些新色衫 然后狗仔嘛 所以要求禁电室跟禁周刊 要分开分清楚 而且财务刚不说有掏空的问题吗 拿禁电室的钱去养禁周刊的人 所以要求禁周刊跟禁电室 要切割清楚 有切割了吗 完全看不到 好第二大股东 现在呢禁电室的前董事长裴伟 所谓的投入了2.5亿持股12.5% 另外有国具集团的陈泰明 还有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些 有洋洋洒洒 大概就是有这些人 那么现在呢 裴伟竟然成为了他们的第二大股东 那是谁给了裴伟这个钱 让裴伟可以成为第二大股东呢 他的金流从哪里来 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该查的都没有查 反而是陪伴裴伟一起作弊 然后呢强度观山 就让他能够在昨天的时候 通过意识上架了86台 那么在这个过程 你就可以看到NCC完全是背离了 他应该有的里面职守 甚至于公然违法护航 才会有这么多的吹哨者 申喉龙不断的出来爆料 里面很多都是NCC的官员啊 看不下去 但是我们看到陈耀祥什么都敢做 背后有老大有大小姐撑腰 他还有什么不敢的 静电视案过关上架的消息传出 这个钱董作 陈建平就忍不住 跳出来发声明了 他劈头就痛批 这是臭不可闻的政治弊案 陈建平点出 他自己当时向洪耀福说明 没有办法任命绿营鼠疫的 这个叫做民事的副总经理 来担任静电视的总经理 结果呢两天之后 他自己被拔掉了董事长的职务 他感叹 那那个时候他才终于深刻体会到 陪伟向股东炫耀说 他还有民进党高层的关系 有多么的可怕呀 如果陈建平说的是事实 那这就代表着媒体董作 还有总经理 绿营想要谁当 就可以给谁当吗 那如果说民进党觉得 陈建平说的是没根据的 是污蔑 那为什么不赶快出来提告陈建平呢 还是其实难道真的像 这个陈建平说的 静电视案背后是 复杂斑斑的政治运作吗 惠伟哥怎么看 这个我比较担心的是 静电视这个题目 对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的 那个共鸣到哪里 应该看静电视的人比较 相对是比较少 那静电视这个案子呢 我是建议大家 把它跟中天的案子放在一起看 怎么看呢 因为我们以前是叫做新闻局 去学美国 美国有FCC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就跑去学美国 我们很爱学 就成立了NCC 那中天跟静电视 它是个对照组 静电视 如同刚刚郑立文委员讲的 是民进党政府 一定要给他过 不管3721 这个执照一定要给他啦 不管啦 就一定要给他 中天是一定要砍 绝对不能留活口 想尽各种办法 中天的执照 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不能再让中天播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是一定得过 然后这个中天 一定要把它拔下来 所以观众朋友很简单 刚刚这个政立委员提到 如果明年能够政党轮替 我举个例子 这是个笑话 这个大笑话 我们邀请大陆的旅游的 相关的官员来 是我们邀请人家来 不是他们自己要来 是我们拜托他们来 因为我很需要路客说 你们相关的 这个九个省的旅游的官员 可不可以来我们这边 参观我们的旅展 结果陆委会说不能来 你也好了 我们希望今年来一百万的路客 这些人是来干嘛 这些人不是来搞破坏 也不是来搞统战 是希望能够促进两岸交流 这个观光业能够畅通的 陆委会说不准来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明年能够政党轮替的话 第一个我们最重要的是说 两岸要回到九二共识 然后刚刚提到的 禁电式的执照 小弟我潜见 我就把它收回来 当然最前提就是 我把NCC给废了 因为这个单位 没有存在的必要 太多的例子 我就不重复了 我就把禁电式的执照收回来 你硬要强度官山 我就把执照收回来 然后中天的执照 我就还给你 然后把52台的华氏 请到别的地方去 52台我就还给中天 这种具体的承诺 你就应该做 这个是国民党应该做的 你看蔡总统多假惺惺 这个民主自由 我们什么民主国家 新闻自由什么 这太好笑了 蔡总统 这个我跟你讲 这种民主国家的共同 我跟你讲 如果你去看西方媒体 普丁已经死很多次了 然后普丁全身都是病 你说这种打击假消息 我跟你讲西方媒体 我就不谈了 然后赖清德说 哎呀我们新闻自由 是我们台湾的核心价值 请问赖副总统 那中天为什么被关台呢 如果新闻自由 是核心价值的话 马政府有撤销过 马政府那时候NCC 有撤销过执照 那是因为违规 从来没有新闻台的执照 被撤销过 你蔡政府你是第一个 中天就是这样被干掉了 好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东西 你要赶快把它做一个 如果明年能够政党轮替的话 拨乱反正 这个是必要的 那你说这个东西 蔡政府的假讯息多不多 之前这个主持人来宾 侯汉廷是匪谍 我们台湾很厉害 匪谍能够当台北市议员 而且还连任 那向欣跟王立强的案子呢 这几年被蔡政府查水表的 像苏伟说医师 苏黄达教授 这些被查水表的 他们为什么被查水表 你不是说有新闻自由 有言论自由吗 所以是没有的 所以我是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说要下架民进党 为什么大部分的民众 都希望下架民进党 不是说跟民进党 有什么邪海深仇 而是说这几年他做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调整的机会 这几年被蔡总统 被民进党政府 走偏的国家的方向 倒行逆施的一些 莫名其妙的作为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救回来 而不是说明年再继续让 这个蔡总统的接班人 换赖庆德继续做 赖庆德都讲了 我要坚持蔡总统的路线 那不是就都一样了吗 好不好 所以观众朋友 明年的选举很重要 你看这个例子这么的离谱 主持人我的结论 我们今年的观光客的 这个目标是600万 其中100万是陆客 观众朋友 你觉得今年会达到目标吗 如果你是陆客 你想来吗 这样子被刁难 这个是旅游相关的官员 都被刁难 可见蔡政府已经走火入魔了 静电市的立场 之所以会遭到质疑 最主要就是因为 裴伟没有办法厘清 跟静周刊的关系 当时主管机关曾经 寄出一个所谓的防狗仔条款 结果呢 昨天静电市的股东结构 大曝光 裴伟他自己竟然手握 12.5%的股份 当初不就是说不让狗仔管静电市吗 怎么现在狗仔头变成静电市的大股东了呢 而且他出资叫做2.5亿 比有一些建设公司大老板还更多钱呢 那裴伟出了这么多的钱 难道是当狗仔真的有这么好赚吗 不然的话钱从哪里来的呢 还是说其实是有人在裴伟的背后帮忙出钱吗 盛风老师 钱从哪里来 那是政府去查的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做推测 他的钱是怎么赚的 他自己清楚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推论 但是呢 这个案子里面呢 谈讨出了几件事情 值得我们想一想 刚刚我上来看了一下股东名册这些人 大概在社会上都还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看得出来他们在政治的场合上都有一个特点 蓝利共同投资者 他们的纯粹投资力的 大概就一个一个两个 纯粹投资蓝的没有 大家说蓝利的共同的投资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会把陈建年 这一个标准的国民党的色彩的人 推上来当这一个什么 这一个董事长 也就是想做一个掩护 我跟民党没有关系 但没有想到这个董事长 让他们很多东西曝光出来了 这个曝光是什么 原来这一些所谓的商人只是一个门面 这些商人的门面的背后才是有一个真正的操纵者 那个操纵者叫什么 叫民进党 那谁是这一个的操纵者 裴伟是代表民进党的操纵者 这一个电视 这一些股东有没有花人钱 从这个陈建明的上下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是没有花人钱的 是政治在做决定的 那假若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这个问题里面就大了 静电视是什么玩意儿真的不太清楚 是张电视 干电视 是什么 私电视 都我们不在意 我们在意的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 政治力还没有开播就公然介入媒体 行不行 至少没办法开播一下 连开播都还没开始 整个的操作就公然介入媒体 你看看台湾有哪一个媒体要出现的时候 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大家不当一回事 还在那场什么 什么世界 什么新闻会议 什么鸟会议 还在那里狂狂而谈 他有民主说 我一台无民主就听了 对吧 已经公然介入了 然后NCC公然复航 没有你过就没有你过 没有你去 中天 没有你关就要跟你关 没有你去 山中案的时候你很大 我很怕有没有 那些讲我很怕的 现在怕到哪里去 通通是虚伪的假精子 第二个 社会看到了什么 我们的媒体要不要国宰化 尤其电视 这种使用公共资源的媒体 请别忘记 假如他今天去办一本杂志 要怎么国宰有没有 那是他家的事 为什么NCC来决定 这个新闻台电视台点点 因为他是代表 这是社会的公共资源 你认为社会的公共资源 国宰化 好吗 请不要忘记 当时的伊甸市 为什么申请受到很大的阻碍 就是第一个 用动画画面 要来期待真实的画面 第二个 因为他们有一脉相传的什么 国宰化 当年的国宰化不行 现在的国宰化就行 以前搞得更差 现在这家搞得更漂亮 国宰就国宰 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不是个人的 不是个人的这个什么 不占社会资源的东西 他是占社会资源的 第三个 就是说台湾的自由度 别忘了 中天被扯照的时候 包括那个横走的 所谓的世界 什么新闻记者评论 议论的评论里面 台湾的自由度 是被大大的降低的 还好一直在那边吹牛 看到你本家君 真的会倒闹 那最后我要来讲一个 自由自由 我们台湾最有新闻自由 台湾最有宣布 假新闻的自由 但是不要忘记 是要他们同一团的才可以 只要跟他们同一国的 任何的假新闻 做你来炒大 没事情就没事情 不要说什么 那个所谓的幼稚园 卫独事件 现在证明是什么 是假的 怎么样子 做就新闻自由 那是我们家的 那要是别人 你看这办 要是这是中天的 这是谁弄出来的 你看这办好了 是什么事情 就是把你调照 因为你不倒不识的新闻 所以新闻时与不识 跟自由无关 跟我有没有力有关 只有我有力 顺好吃心 顺好吃梦 就这么样子而已 所以从这里来看 真的那一家 什么叫插电视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明显地看到 政治公然的借助媒体 但是有权利的人 还富航 我们现在要把社会的资源 给它国宰化的媒体 难道我们愿意吗 今天是仓促的上架 包括了这个在野党 学界 是一片的骂声 外界反弹这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过去民众很关心 陪伪到底有没有违法 掏空进电视 还有府院到底有没有摄入呢 大股东到底有没有已经违反了主管机关订定的 这个叫做保留废纸权的附带条款 已经根本偷偷卖掉了进电视的股份呢 那么这个陈建平明确指出说 其实呢有一个企业家就是告诉他说 他已经把股份给卖掉了 但是转过身来被问到的时候 又马上立刻否认 如果这一些一点都没有厘清的话 为什么进电视现在已经可以火速地过关上架了呢 他到底有符合这些规定吗 过去郑运鹏去选这个市长的时候 他到处去发的文宣 攻击张善政涉入抄袭 这个爆料资料哪来的 就是来自于靖州刊呢 所以难道是因为这个裴伪队 民进党真的有很多的战功 因此有再多的争议 也一样要让他过关吗 郑邦老师 我先讲说 其实这里是水相当的深 现在看到NCC这些人 基本上就是为事的小弟 帮凶 打手而已 所以这里就有两块 一块是权力 一块是金钱 我先讲权力的部分 权力的部分 当然这里就牵涉到说 小英他是不是 他们这一挂人要永续经营 也就是说 赖神这边还不讲 就是说如果怎么样的时候 他们这一挂人怎么办 所以这里会牵涉到说 还有两个 就是说小英这块权力 因为他有权力去主导这些 但是他背后一个就是说 一个他们背后里面 有什么把柄在他们的手里 类似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检调 或者是这些媒体记者 媒体记者 媒体朋友应该知道 上一上次九合一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随即牵线的 那些人都只是白手套而已 因为他们有把柄在这个电视的手里 周刊的手里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说 他们接下来要永续经营的时候 必须有好处这些东西 要控制一个媒体 因为我们知道说 民进党他们当时52台里面 这个新潮流他们有嘛 然后林嘉隆也有嘛 小英至少目前没有 虽然三明治是好像是会跟他拍马屁 但是那你也知道 他们是等着要跳船的啦 所以那些其实是没有主人的啦 好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说 万一真的要 他们要永续经营的时候 他就需要有一个 第二个回到这个金钱的部分 我也觉得说金钱这个部分呢 这个培或是谁呢 它背后当然是有常进人嘛 那那个常进人是谁呢 OK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分蓝绿的啦 还记得徐国勇讲过吗 我们的富国深山不是台积电 不是晶片 是土地 OK 也就是说 然后大哥的大哥 背后还有大哥啦 他们是不分蓝绿的 他们就是要吃52台 那这个电视 这个电电视只是他们的一个工具而已啦 我只能这样讲 这不是很悲哀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教育部 在今天通过了台大对陈明通学伦审议案 这代表着陈明通台大的退休金顺利到手啦 那么就有台大教授指出啊 如果以教授平均10万元以上的月薪来做计算 那陈明通光是从台大这一边呢 每个月可以领到至少6万块钱的退休缝 那么陈明通在学伦案上顺利脱身 可是他还是到处不断宣称说 林志坚的抄袭是世纪大冤案 他要替林志坚来平反 好 如果说林志坚 郑文灿等人真的是被冤枉的 那全男人怎么没看到任何一个学者 出来帮他们声援一下呢 那么现在台大的校长陈文章表示 陈明通说指导的论文有公版 就会被认为是有瑕疵的 他认为陈明通应该要出来公开道歉 问题是陈明通喊冤都已经喊多久了 台大校长怎么现在才回应呢 而且陈明通自己都觉得是个冤案 他会出来道歉吗 那么要陈明通改口尊重台大最好的办法 难道不是直接把调查资料给公诸于世吗 李文 是 就是说这个陈明通犯下了天条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一直否认 说谎隐匿 而且他过去用这么严重的 违反学术伦理的方式在指导论文 为了换来政治前途吧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破坏学术伦理的行为 除了他提早退休之外 似乎好像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制裁 那么我们的相关法律的制度 的确有重大的漏洞 好 那么台大呢 因为没有 我不知道台大是没有办法做出决定 还是不敢做出决定 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教育部 教育部耶 教育部就是蔡英文的啊 所以你想可想而知 教育部会做什么样的含富吗 那结果陈明通的退休金 当然就是全部到手了 好 所以台大不处理 推给教育部 那教育部当然就是护航咯 那么可以看到 即便是到今天 蔡英文整个集团政府 还在保护陈明通啊 那么呢 以教授月薪十万来看的话 他至少可以爽领六万的越退 活越久 领越多 所以有台大教授 事实上也看不下去 因为他真的把台大的脸给丢光了 把台大的招牌给侮辱了 那么台大社科院的院长 苏洪达教授也出来爆料了 然后呢 他也非常非常的气愤说 做贼的喊桌贼 还敢喊冤啊 你都已经严重影响到 台大的声誉跟社会观感 他之前还讲说 他被恐吓啊 好 那么呢 陈文章现任的台大校长呢 终于出来告诉大家说 确实影响了台大声誉 陈明通身为指导教授 应该负责公开道歉 恐怕校长啊 该道歉的还不止他啊 影响台大校域的 还有我们的台大校友 蔡英文啊 当时就是台大校友 现在当今经上总统蔡英文 领衔公开 公开台大不是吗 那这些人 蔡英文啊 郑文灿啊 通通都是台大校友耶 应该出来向台大道歉吧 向社会道歉吧 好 台大校长还说 因为他们受限于教师法 所以呢 当时的法 这个法律规定的非常严格 只有涉及叛国贪污 才会被解聘 所以他虽然了解 此事对台大校域伤害严重 也只能这样处理 非常遗憾 那么事实上 有另外一个规定说 行为如果违反相关法 规经学校有关机关查证 属实的话 可以解聘或终身 不得聘认为教师之必要 所以现在呢 我想陈明通应该已经是 变成是拒绝往来户了啦 不可能再回到台大教书了吧 大概不可能吧 所以现在呢 整个社会也觉得说 这哪里有什么公益啊 所以啊 转型正义 也不用去追以前 这么久的事情了 现在这个事情 我们就很需要转型正义 赶快还给这个社会一个公道 陈明通到处喊冤案啊 那么苏宏达就痛批 不能够让做贼的喊冤啊 所以呢 连立场侵律的陈培哲 都认为台大不应该拖面自干啊 那面对外界呼吁 应该公开这个调查的资料 但台大却选择予以保密 陈文章还说 他身为校长 不能够干预独立运作 要依照相关规定来办理 没有争议的就不公开 问题是当初台大不是也公布了 林志坚的学伦资料吗 所以难道陈明通跟郑文灿的 都没有争议吗 那郑文灿为什么要被取消学位呢 还是说其实呢 公布了林志坚的资料 也是违法的吗 那么陈明通的说法 就是在讲说台大在制造冤案 所以呢 他在指控台大是凶手耶 就台大校长竟然还继续盖牌 放任陈明通来继续抹黑吗 为什么不硬起来 来好好捍卫第一学府的校域呢 博文哥 这个主持人我们去年 这个也在主持人的节目 谈了很多的论文 那我们现场有这个李升峰教授 施政峰教授 这个请两位教授原谅我 我是没写过论文 所以我也没什么共鸣 但是官方你看我们国家有多可怜 花了多少的时间 在讨论林志坚的论文 意义在哪里 在小地我看来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跟我没有关系 陈明通也好 还有那个调查官于正皇也好 我们花了多少时间 在讨论这些东西 国家会衰败不是没有原因 就是内耗跟空转 这是一个政治斗争 国民党捡刀枪 林志坚的论文抄袭 然后林志坚就否认 然后蔡总统就是要提名 这个林志坚选桃源市长 就这样子我们已经吵了 从去年吵到现在 吵得快一年了 还在吵 这个国家怎么会进 我今天我岔个题 然后今天看到马总统写脸书 看到这片湿地他很得意 他说我做了正确的决定 马总统那个地方 本来是要盖国光石化的 我们花了几百亿要盖这个东西 结果因为你的软弱 好的不要盖了 对了 我承认那片湿地保留下来了 然后呢 那台湾的石化业呢 到古雷半岛去了 这就来行 这行啊 商中下游全垮 到古雷半岛 戴湖建的古雷半岛 就是这样 你这种有什么好得色的呢 你觉得我好开心啊 你干了什么事情 你也搞不清楚 那我们现在讨论这个 你看看去年 蔡总统多悲哀 在这个宣布兵役延长的记者会 蔡总统被问到什么 问他说 你是否还相信林志坚的论文没有抄袭 然后呢 是否应该向学术界道歉 蔡总统他非常的这个 他那 我不道歉啊 让救济跟宿院替社会解答这个问题啊 前几天林志坚跟余正皇和解啦 我看到这个和解 我看得莫名其妙 那到底是谁操谁的不知道 因为他们两个和解啦 然后 陈平通退休啦 还可以领钱啦 那我们在讨论 蔡总统 我请问蔡总统 这个很奇怪啊 这是高嘉宇讲 这不是我讲的 一失五命是谁造成的 是你造成 是造成民进党的残败 当初决定要占台大的是谁 要全党捍卫林志坚论文的是谁 也是你蔡英文啊 那你的责任在哪里呢 你都没责任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是吃瓜的群众 看到国民党拿这个去操作民进党 对 所以主持人你看 去年的九合一选举 都是论文跟疫苗嘛 我们就一直讨论论文跟疫苗 那大家对论文就很多了解 其实讨论老半天 我还是不晓得论文怎么写 因为我水平不高 可是我是要问大家说 我们在这边缴获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政党的工具 我们其实对林志坚跟余政皇 跟陈明通是没什么兴趣 我们是希望我们过好日子 那你们一直讨论这个论文 那到底是要怎么样呢 所以我不是说要帮蔡总统解套 而是蔡总统你要出来面对 今天这个事情是你的判断错误才整个事情 你如果当初林志坚的论文一被质疑 你就撤回他的提名 就郑运鹏上阵 搞不好张三阵还不会赢 就是你今天说不行 我们一定要捍卫 林志坚说我没有 我没有抄袭 是余政皇抄我的 你也好的 你还说人家抄你的 他不告你才怪 那我们整个社会的内耗跟空转 大半年 你现在回头来看 不觉得很奇怪吗 过了一阵子就 主持人我的结论 我很担心2024 是不是又有论文的问题 因为有人说 那个侯友宜的论文又有问题 他有念博士 他论文又 是不是民进党也准备好了 我只有听说啦 听说他们在准备要讨论文 是不是我们连总统大选 也要来讨论文 希望不要 希望能够回归到 政策面跟政见的讨论 不要再吵论文了 那今天这个论文会这么乱 我要告诉大家 我的结论很前端 最重要的罪魁祸首 不是林志坚 是蔡总统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呢 看起来可能蔡总统 还是没有解答大家的问题 可是陈明通 他还是到处喊冤 那民众就质疑 为什么台大都这个 认为陈明通有为师 不解聘他 还让他安静下装 可以领退休金呢 好 陈文章校长就说了 因为教师法规定 要涉及叛国 贪污 性侵 才可以被解聘 陈文章说呢 他了解这件事情 对校医的伤害很大 最后非常遗憾 只能够这样处理 问题是 我们找了教师法 出来看 上面其实也有写 他说行为违反相关规定 经过学校查证属实 就可以解聘 上面没有提到说 只有贪污 只有性侵害 才可以解聘 所以说按照像这个 陈明通这样的一个情节 难道是 但他真的是与法无据吗 郑慕老师怎么看 我先讲这个校长 一副好像事不关己 很无辜的那个样子 要不是因为外面 骂声连连 他才会出来讲说 今天看到说 陈明通 你要出来公开道歉 那他一副好像说 与法无据 不能好像把他开除的 等等这些东西 但我们知道说 他现在看到的这些 叛国贪污 性侵 这些都是刑法的罪 但是学术伦理的 这是行而上的 那个标准是更高的 是最起码的 他把这个台大 变成一个野鸡大学 变成一个学店 不是很丢脸吗 难道你是认为说 我就是一个坎高 你知道吗 我台大的那个预算 是要透过我来签的 台大的 是这样子 所以他可以那样子嚣张吗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我看一大堆 现在民进党执政以后 就是说他现在看到的 高等教育就是怎么样呢 你又没办法去拿 这个所谓的技术转移 然后拿这个所谓的 pattern这个部分 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就是钱钱钱嘛 然后他们还要 我们说大学教授 不能只是做研究而已 要懂得理财呀 开玩笑嘛 知识分子他懂什么理财 我做研究 我现在都跟生命在拼命 你知道还有多少的课题 没有做 第二个呢 教育部长 这个也是很糟糕的 因为他的层级是 很等而下的 他每一次有问题的时候说 大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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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子 我不晓得 他就只能这样子 因为他的格 就是只有国教师的格而已 好 OK 第三个呢 为什么陈明川这么嚣张呢 好 OK 我他那么有恃无恐呢 是到底是什么 是为了大哥 背后要再保护谁呢 还是要再凑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一直已经认定嘛 说九回一就是输在这个学论的这个部分嘛 但是说如果要我们正面问我是有什么解决之套好吗 我会觉得说应该就学日本把国立大学变成行政法人化 自负盈亏该倒的就倒 不要拿我们政府的钱再绑装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选举 就把外面那个帮派的选举那套都拿进去 分封大臣 三长 院长等等 那院长聘系主任 系主任聘老师 都是要自己的学弟邪妹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所谓的 所谓的我们看到所谓的大学校园自治这些东西 都是不好意思啊 王八乌龟在投手 然后说这个就是他们就是校园民主 太不好意思啊 不能讲了 又要被害人家了 可是公立大学已经很可怜了 因为现在私立大学的大学生们 要拿到好大一笔钱的补助啊 先前赖金德曾见人才喊出 补贴私大学生跟高中职生学费 行政院今天火速拍板订案了 那民众就质疑出 是不是应该要排富啊 结果呢 民进党的立院党团还呛说没有必要 所以啦 现在你只要是呢 去念了私立大学的话 直接每个人不是两万五啊 是补贴你三万五千块钱啊 所以公立大学是不是真的快要被强光学生了呢 好 问题是现在蔡政府要学生三年读书 一年当兵啊 所以还只开了两场会议就拍板订案了 如果民党真的要让大家好好的读书 与其照顾学生补贴大傻币给学费 怎么不让他先能够专心的把四年的书给念完 不用年纪轻轻被逼着要日午当兵上战场呢 郑峰老师 是啊 人民要过好日子 我们连一颗蛋都不容易吃得起 什么时候要买到便宜的蛋要清新肉调 学术界要维持一个好价值 所以绝对是避免作弊 造假 收房 因为这是一个最高的名义 今天民进党搞得我们怎么样子 然后呢 学世界被搞得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都要说在大学教书都要被人家笑一下 教授 到底你是会教的野兽或是什么呢 这个真的很丢脸 陈明东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人都丢光了 好 现在我们谈的也是跟教育有关 这公私立大学的这个问题上 这个我讲起来不要过 我一心一下分析一下大家就清楚 高中生要补贴 假如补贴到私立高中有没有 绝对是有问题 因为今天在台湾读私立高中的是 昂贵的学会 这个昂贵的学会不来自于他考不起 来自于他很难考得起 说比较糟糕的就是贵族学校 那这个时候私立大私立高中去补贴 有道理吗 不好意思 我可以插一句话吗 因为他们是百公百业的一串 不 我这什么串我也不太懂啦 是不是 你想想想看嘛 国立大学跟市立大学又不一样啊 刚好颠倒过来 以前我在政大教书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 一问一件事情 来自于乡村的 就是你的 你住的地方是乡 是这种比较偏远的 多少 一般里面 大概是老了几个 大部分的学生 是来自于都会地区 至少是县里面的市 镇的城市地区 这就是一个不平等 我举个例子 慧文好了 慧文是花园高中毕业的 你们每年能多少人 考上狗立大学 我问你 建中每年有多少人 可以考上狗立大学 这个是城乡的差距 我再讲一个笑话 做我爸爸的儿子 要稍微有一点天才 才有机会读大学 做我的儿子 只要证明他不是 就可以读大学 因为家庭条件不一样了 做我的孙子 那只要证明他是一个人 大概就有大学可以读 可是这一句话 用在很多人的身上是什么 是不存在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私立大学去补 这个学杂会 我必须这样讲 就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不是绝对的道理 因为还可以有方法解决 但是这就像老年年轻一样 出去了 大概就回不来了 就回不来了 也有他事实上要补的必要 事实上也有 所以国民党在这个策略上 自己要想好一下 不要跟着去反对 你反对什么东西 这个我要讲 补高中那是有问题 补大学 平安心讲 是必须要考虑 最后一个就是 现在读大学要什么 三加一有没有 那我请问 那我不读大学的人 我是什么 我是这个社会被抛弃的贱民 因为读大学本来读四年 那因为你读了大学 所以可以三加一 男生 那女生呢 女生又是什么呢 那不读大学的谁又是什么呢 这个已经为了 为了选及 什么老婆 什么四国头东 把妈妈出来 这样子政党最后一条路 谁这样 不然你要怎么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树莹大头 夹背示威是赖系人马的古拉斯 爆出了不伦链丢官 对方的太太直接公开呼吁 请民进党赖清德主席 把老公还给他 结果赖清德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面对媒体询问说 李太太说古拉斯说谎 要请你帮他主持公道 你会帮他主持公道吗 赖清德一听到记者的问话 是一声不吭 直接走进会场 我们来看现场画面 好 刚刚看到的是 之前不是许家田爆出 这个党内的主管碰到性骚 吃案还要人家说 为什么高速公路上不跳车吗 当时赖清德被问到这个问题 第一时间反应也是直接走人 那么他的爱将陈宗燕 接受酒店业者的特殊招待 赖清德到现在也是绝口 一个字都不提 所以赖清德他到底是不知道 该如何回应吗 还是说他认为其实绿营内 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稀松平常 他根本懒得讲了吗 盛牧老师 这个很精彩 我这边的特殊带这个来 性潜力风暴 席检台湾 这是大标题 你看这个标题 所以这很精彩 这台湾米兔运动 颠覆了潜力 诸神的黄昏 这个什么样子 哀红骗你 我特别请办公室整理了一下 真的是直还不及被宅 第一案 第二 不要连名 连就够嘴 够垃圾 第一案 第三案 第四案 第五案 第六案 第七案 第八案 第九案 第四案 十一案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我讲的是民进党 没有包含民党以外的 十五件 不然是要怎么 过去讲国民党是黑金 有没有 那黑金已经快定型了 现在又加一个黑金式 就是这样啊 这就当人民过不了好日子 协计没有尊严 然后呢 结果变成一个黑金式 你想想看 这个案子为什么拖到今天才会爆 爆出来 因为是米兔运动 米兔运动 形成了一个风潮 才使了这个李太太这个时候 有勇气敢站出来 不然又跟他合避就跟他合避 没有你一边怎么 就是这样子 今天这个氛围 这不断地爆出来 当然也有米以外的人 但是好像比例看起来有没有 差很多 民党不要在这里用粉 他也有 不 你是麻烦了 那都要坚僻而已 还差一跪 这是已经长成这样子 浪成这样子 今天不管赖清德要不要面对这个问题 不管赖清德要不要回应这个问题 事实上 黑金色 就是你今天民进党的特色 这个色已经严重地挑战到 民进党过去有不少妇女 尤其是年轻妇女的支持 应该找到了很大的挑战 挑战挑战挑战 还是要下架 可能对我们社会才有意义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其实赖清德现在还在选总统 选总统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最谦卑的时候 但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回答问题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刚刚盛峰老师讲这样子 我是反对 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李盛峰讲的都是对的 但是有没有反应在民进党跟赖清德的选情上 我讲两个年份让大家回忆 这两个年份的选举是有政党轮替的 一个是2008 2008民进党旅游书卸 四大天王潮来潮去 然后陈水扁的贪腐 那个时候马英九高票当选 对不对 2008政党轮替 2016国民党换柱 然后这个因为国民党那时候乱七八糟 没有人要选 朱树姐挺身而出 结果还被换掉 当然对朱树姐非常的不公平 那朱栗伦临时挂带选得很惨 我请大家回想2008跟2016 那现在是即将要2024大选 我请问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一丝丝感觉到有2008的feu 或是2016的feu 我都没有这种感觉 主持人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2008就是 这个民进党一定要下来了 因为陈水扁做得太烂了 2016是国民党地方选举输 然后国民党自己乱七八糟 2016小英选就赢了 可是2023即将要2024大选 当我们都讲下架民进党 盛丰老师讲 施老师 郑立委员 我都同意 但是没有那个感觉 因为如果照李盛丰老师 刚刚奔心的黑金色 民进党就薄薄起来就差不多 现在第三名的不应该是侯友宜 应该是赖清德 他们中常会应该吃老三便当才对 可是不是啊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民进党做得不好 可是民进党的民调没崩盘 民进党很多姓平的纠纷 赖清德砍的砍 退选的退选 他民调还是hold在那里 那个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显然民进党跟这个政党轮替的那个感觉 兵败如上讲 现在的民进党感觉不出来 我个人感觉不出来 我不知道各位前辈怎么看 就不像是上两次政党轮替的时候 那个整个社会氛围说 这个东西一定要处下来 阿扁太离谱了 然后马政府的那个第二任的时候 太离谱太乱 飞下来不可 那个感觉没有 08年的马英九所形成的氛围 跟24年今天要出来显得非力阵营的氛围 不好意思 大小孩差太多了 那个社会的feu差太多了 不 这人嘛 讨论人 我是最讨厌的 第二个 因为三个人的嫌疾 用算术 民进党已经找到圣贤的攻势 35%就已经是当显 事实那一定过关 三个人嘛 三个强胖 那35%他怎么来算 反正我现在公开拍摄 我只要把我的基本盘先巩固住 25% 然后我用我执政的资源 政策买票也好 政策下场去洗也好 这样子慢慢慢慢地 蚕食不侵吞 那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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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假如我们从圣贤的角度来看 35%他稳稳地 25%到3%他稳稳地摆在那里 那也就是说 台湾假如明年嫌疾出来的结果 民进党当前是三分之一 然后六 六成五的人是不认同 不苟同的 所以六成五的朋友 大家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不选择 不选择我用算术算给你看 怎么样子呢 人与人比跟08年的马英九 在整个的气势上 形象上是不能比 当然马英九不要在这里听得很高兴 那我是讲08年的你 不是讲16年以后的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摆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不去正视 我们就要面对 用三分之一 非常极端的手法 绑票了自己的死党 绑票了自己的铁票 然后当选之后 对世界宣称 他们得到台湾的支持 这就是我们明天 不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悲剧 而这个悲剧是什么 你我可能都要付代价的悲剧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这个李太太是民营党的支持者 他喊话赖主席帮他主持公道 怎么赖清德不理他呢 史老师 我先讲说 他小英是因为没有读稿去就不会讲 赖清德要回去讨论一下 他知道要怎么反应 因为他自己开支票的时候 就会出问题 我还是讲一下古拉斯好了 因为我们都算是认识很久的 他是相当嚣张的一个人 OK 好那比如说他当时就在骂说 我们社运是狗 他说社运是狗 所以他的狗朋友很多嘛 对不对 他说要进入掌握权力 要进入里面 OK 好那当时他其实本来要是接 圆明会的 但是苏贞昌不喜欢他 所以他一将只好绑在圆明会 你知道不然一将现在是 现在监裁院副院长 你知道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嘛